那个女人为你养儿养女操扯这个家 你可怜可怜她 你救救她 今天张大夫这个视频 录给手机前面广大西安的朋友们 主要是男性烟民 今天这几句话说的不太好听 大家多担待 我也不怕你们到评论区来骂街 但是我还是为了你和你的家人好 张大夫从当年青大夫的时候 就遇到好多这样的患者 就是女性 她血压血脂血糖都不高 也没有家族史 但是她身上无论是脑血管心血管 长的这种严重的中央斑块 长在心脏上就是冠心病 长在脑血管上就是脑血管病 长到颈动脉当然颈动脉斑块 仔细问没有危险因素 都不知道为啥要长 有的女的都是绝经浅 还没绝经就长了 而且有的人还挺严重 问来问去一个病因 抽烟 但是人家自己不抽 家里的爱人抽 天天熏着她 也就是说她吸二手烟 对于这种情况 有的男士 就非常有责任感 知道这种情况之后 自己再也不抽了 不祸害家人 但是有的男性 一百个理由 无可辩驳的告诉你 这个烟戒不了 这个时候 其实是让我作为大夫 我在心里头都替她着急 为什么 因为她那个爱人 如果她还老是 这个老爷们在家抽烟 熏着她这爱人 她那个病变不好控制 所以说我今天就录这么个视频 我号召手机前面 广大的男性烟民们 为了自己健康 为了不得肺癌 为了其实在肺癌之前呢 这个吸烟先损伤你的血管 跟小虫子一样吃掉你的动脉 为了自己健康 咱不吸烟 不学 就是不会的不学 学会的戒掉 而如果你说我自己不在乎我自己 没事 我不在乎我自己 你不在乎你自己 你为了你的家人 无论是爹娘父母 媳妇孩子 你最好是把烟戒了 退一万步讲 你还有一万个理由说你戒不了烟 别当着他们抽 别让他们吸二手烟 希望张大夫今天这个提醒不太好听 广大男性烟民们也不爱听今儿的视频 可能呢 有一些女性烟民 自己的爱人啊 女儿啊 会把这视频转给这些抽烟的人 看完了之后呢 难免骂两句接 没事 你骂 我也劝你 为啥 因为是为了你和你的家人好 好了 今天唠唠叨叨说到这儿吧 更多健康视频 大家可以看张大夫后期 或者说前头的这些更新